一陣強烈白光碰得一聲 高壓電線竟然在路旁爆炸 北台灣一陣偷牆降雨伴隨雷擊 一次打壞一條高壓電線 讓經過的民眾都嚇了一大跳 然而這場大雨還造成各地大淹水 不怕到嗎 頭一次怕那些快點 車量太多了 顫達分手在那裡 不少民眾直說 沒看過這麼嚴重的淹水 原來在桃園地區 大園 龜山 爐竹 就連市區也都淹起了大水 淹水程度都有半個輪胎高 路上每一輛轎車 瞬間變成水路兩用車 不只路上行車困難 在台北的淡江大學 校園內的樓梯簡直成了瀑布 透過圖表可以看出 北台灣的單日累積雨量最多 桃園市大園區173.5毫米 盧竹區167.5毫米 觀音 新屋 陽梅 累積雨量也都破百 就連新竹縣湖口鄉也累積了82.5毫米的雨量 雖然新竹雨勢沒有新北 桃園嚴重 但也是意外頻傳 在湖口有一輛轎車想要涉水穿過地下道 結果車子拋錨卡在水中 另外西濱公路淹水不少車輛健壯趕緊掉頭 造成當地交通大打劫 想不到一陣突如其來的大雨 讓北台灣都泡在水中 記者劉志展 黃志昌 桃園新竹報導